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林轩 我重生了 重生到了我第一次见到我老婆男闺蜜张森的那天 上一世 我因为爱情 娶了夜场出身的河婉 我家财万贯 他一无所有 我毫不在乎 却没想到他是极品拜金女 结婚后 因为河婉流产 我对他关怀备至 愧疚万分 他终于第二次怀孕后 我高兴的几天没合眼 他却在我临死前一刻 告诉我这两个孩子都是张森的 为了用我的高额保险金偿还张森的赌债 河婉把我约去泰国旅游 在我们结婚纪念日那天把我推下悬崖 推我的那只手上还带着我送他的钻戒 从悬崖上掉下去后 我先是一阵痛彻心扉的疼痛 但在睁开眼 我看到的却是河婉那张看似人畜无害的漂亮脸蛋 我下意识后退一步 却发现身边的场景分外的熟悉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森的那天 我重生了 原来老天有眼 给我再来一次机会惩罚这对狗男女 我在心里暗暗发笑 决定好好利用这一事 河婉用十分不耐烦的语气催促我快走 说见他的朋友们不好迟到 他总是照着我对他的喜爱有恃无恐 上一世的我这种时候只会唯唯诺诺地加快几步 生怕惹他生气 但我现在已经知道这张清纯小白花的脸底下是一颗多么肮脏的心 我站在原地并没有行动 河婉回头见我不走 脸上已经有了几分怒涩 林轩你干嘛 想惹我生气是吧 我数到三 你不过来就分手 他一直把我当一条招之急来的狗使唤 我在心里轻蔑一笑 上一世我怕河婉觉得我们差距悬殊给他压力 在结婚之前我都没有告诉过他我的身价 所以他虽然爱财如命 却是我疯狂追求他才追到手 他此时还以为我和他那些夜场里的狐朋狗友是一个水平 我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我的保时捷钥匙 晃了晃 河婉的眼里顿时放了光 像一条见到狗时的狗 他迟疑了一下 然后朝着我的方向走来 河婉的脸上有惊喜也有怀疑 他似乎不敢相信我会是有这样身价的人 我已经懒得和他废话 走不走 从前都是他用这种高高在上的语气对我说话 现在终于轮到我了 河婉不住地点头 轻易地挽上我的手臂 脸上已经不见一点生气的样子 坐上保时捷后 河婉一脸难以抑制地洗色 掏出了手机就要自拍 我不等他有所准备 直接一脚油门轰开 河婉直接狠狠撞了上去 你干什么呀 河婉还是那种大小节的脾气 刚还一脸谄媚地讨好我 现在又大声吼起来 真是本性难移 我单单地说 你不是说要迟到了吗 要不 你从车上下去自己走 河婉一听 这个马上没了火气 哎呀 我刚才碰疼了 对不起 马宝贝 我听着他甜腻的声音 只觉得恶心 看着在副驾驶上认真自拍 不忘把车标露出来的他 真觉得自己上一世是被蒙蔽了双眼 很快到了饭店 我和河婉走进去 他的几个朋友已经坐好了 都用打量的审色看着我 我一眼就看到了张森 他就坐在在场唯一的两个空座旁边 上一世 我下意识坐在了张森旁边 却被河婉要求换座位 他要和张森坐在一起 他的朋友们都是一副看戏的表情 我却不敢惹河婉生气 只能忍气吞声换了座位 席间张森一直给河婉夹菜 我健壮也给河婉夹菜 河婉却说他只爱吃张森给他夹的 他的朋友甚至有人笑出了声 我却只敢在吃饭后和河婉提出来 我还没说什么 河婉就大发雷霆 说忍不了他的男闺蜜就让我滚 我只能说服自己去接受 这次我直接走过去 拉开了张森旁边的凳子坐下 先发智人向张森伸出手 说河婉经常向我提起你 张森明显有点惊讶 但玄机就面露讥讽之色 是啊 我跟小婉很熟的 认识他的时间比你长得多 我微微一笑 说河婉老说 你在夜场一致千金 是靠网贷借钱 加上赌博发了财 张森面色一变 瞪了河婉一眼 他在夜场出手阔绰 扮演着富二代的角色 却不想在这么多熟人面前 对我接了牢底 河婉其实没和我说过这些 但是我带着前世的记忆 当然知道 当然张森肯定以为是河婉泄了命 河婉一脸无辜 却无法辩解什么 这下他也不好坐在张森旁边了 只能灰溜溜地坐在我旁边 低着头赌气 张森强装镇定 说 不过是拿点闲钱出来玩玩罢了 不管怎么样 都比你有钱得多 然后假装无意地把自己奔驰的钥匙放在桌上 又瞟了我一眼 我差点要笑出声来 把我的保时捷钥匙也扣在桌上 刚好我也有辆车 不如等回去飙飙车 磕了碰了没事 我有朋友开车厂 修车方便得很 张森哪有什么家底 这辆奔驰不知道是他从哪租来的 怎么敢磕碰一点 他脸上一片尴尬 就接半天只挤出一句 我不爱玩这些 和婉的朋友们看戏看得开心 此时也看出来张森吃了瘪 纷纷开始讨好我 我还记得上一世 他们起哄着张森和和婉 完全不顾我在场的样子 现在已经全部是一副谄媚的样子 甚至有人已经装起了自来鼠叫我林哥 张森没有善罢甘休 又开始给我挖起陷阱 这么有钱 这顿饭怎么也是你请了吧 吃完饭 再带我们娱乐娱乐呗 我听得出来张森是想放放我的血 我当然不在乎这点钱 但是怎么会让这群人白白吃我的 我假装笑着说 和婉天天说你大方 有大哥的风范 你们兄弟火出去 向来是你买单呢 看来你也很有眼力见 知道我比你有钱的多 要推我当大哥了 张森挑眉 眼睛里已经有了一些怒涩 要么认栽 要么出面割肉 我静静微笑着看着他 桌上所有人的目光 此刻也集中在他身上 和婉想打圆场 却看着桌上其他几个女生 已经跃跃欲试 生怕出口得罪我 让其他女生趁虚而入 于是低下头什么都没说 张森果然还是选择了面子 我就知道他这种人会强撑着 他的酒肉朋友们也不是什么好人 那天狠狠地宰了他一顿 他已经是面如猪肝了 我还轻轻松松 随便从车里拿出两瓶酒来 就引起和婉朋友的一阵惊呼 坐车的时候 和婉和他的朋友们 纷纷围着我想坐我的车 气得张森把车门摔得震天响 我还悠哉悠哉地提醒他 这车要是自己的 摔坏了羞羞就得了 要是别人的可麻烦有点大 张森恨恨地唾了一口 却说不出来任何话 从那以后 和婉就分外粘着我 完全不是从前那种 嚣张跋扈的样子 上一世 我拼命付出 才能换来他青睐一眼 我经常半夜送宵夜 坐几十分钟的车程 去买他喜欢的吃的 下着大雨在他家楼下等他 站在夜场外面 等着晚上送他回家 而现在 我让和婉把这些事 全部都做了一遍 我站在楼上看着他 已经被雨打湿了大半的身子 在雨中瑟瑟发抖的样子 心安理得地打开门 拿走他买来的宵夜 全然不顾他疲惫的脸色和黑眼圈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 上一世 我和和婉刚在一起一年 我就向他求了婚 当时我精心准备 鲜花铺路 亲友到场 为他献上我的承诺和真心 但和婉眼里 只有我献上的那颗钻石 我以为是我的真心感动了他 后来才知道 他是看上我出的房车条件 以及千万彩礼 当时张森已经债台高筑 需要用我的钱来救急 和婉和我结婚 不过是为了张森罢了 这一世我当然不会再提结婚 和婉着了急 总是有意无意地提起自己 无父无母多么可怜 想要有个依靠 我嘴上敷衍着他 却在心里暗笑 他肯定还是为了张森 我怎么会心甘情愿当绿帽侠呢 但是惩罚这对肩夫淫妇 还需要一些时间 我派人调查了一下 张森欠的是强哥的钱 强哥是当地有名的地头蛇 在黑道吃得很开 基本垄断了当地的高利贷 形势很辣 张森之所以能欠这么多钱 还安然无恙 是因为何婉 或者说是因为我 上一世 我为了给何婉名分 几乎是昭告天下 我和他的婚期 强哥打听一下 就知道我有钱 这就等于张森有了钱 所以他才一直等到 我和何婉完婚之后 再让张森还债 想必这一世 张森也在用我和何婉的关系 给他拖延时间 但我迟迟没有行动 张森比何婉要着急得多 果然 那天我一进门 何婉就一脸喜色 拿着烟运棒告诉我 他怀孕了 我心里当然清楚 这是张森的孩子 但我假装出一副 惊喜的样子 告诉他 我们马上奉子成婚 这就开始筹备婚礼事宜 何婉高兴地抱着我亲了一口 我默默用手擦了擦 他亲过的地方 我不过是给予一点耳料罢了 不出我所料 被我安插在张森长去酒吧的引线 晚上就带来了消息 原本怕强哥追债 好几天没有出现在被吸酒吧的张森 当晚带了一大帮狐朋狗友来聚会 还用话筒喊出 今天的所有消费 由张公子买单豪情万丈 好不得已 不仅如此 张森喝得多了 还开始宣扬他 物色好了一个冤大头 替他养儿子 他的朋友们自然知道 他说的是我 纷纷附和起来 甚至有几个人喊出了林乌龟的称号 张森又是被吹捧 又是和众人一起骂我 简直要高兴的上天了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我还要亲自给他加一把火 我特意选了张森和他兄弟 常出现的台球厅打球 张森一看到我 就赢了上来 哟 林轩 听说你和小婉要大喜了 他语气里几乎要一出来嘲讽和讥笑 我淡淡说 是啊 但是你的看起来比我还开心 张森和他的兄弟们互相看一眼 一起不怀好意地笑起来 张森摆摆手 说 我可没有 只是为小婉开心罢了 听说小婉还有孩子了 你真有福气 他特意加重了福气两个字 我在心里暗暗发笑 这个人中了我的气还沾沾自喜 说你别替何婉高兴了 你瞅瞅你的赌债吧 小心力滚力 最后把你自己吞了 张森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说我自有解决办法 你少管老子 我微微一笑 那祝你成功 实在熬不下去了 可以来求我 然后转身离去 张森和他的朋友们还在笑 我心里暗想 好 张森这个气球该戳破了 上一世在我出差的时候 何婉和张森出去喝酒蹦迪 意外从楼梯上摔下来流产 却告诉我是 独自一人回家时 意外失足的 让我深感愧疚 觉得自己没照顾好她 为了补偿她 提前了婚期 还加了礼金 这一世我决定 让历史重演 当然 只演一半 我告诉何婉我出差了 过了几天 我果然接到了何婉的电话 说她流产了 让我赶回医院 我到了医院 看着何婉那张故作可怜的脸 不禁在心里感叹 她演得真是精彩绝论 但她越演 我越觉得恶心 她怎么能如此自然地说 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 好像她是那个孤苦无依的孕妇 我懒得听下去 走出房门 随便安排了一声几句 很晚回家后 我第一件事就是通知她 我们的婚期要无限期延后 之前是怕孕期大了显怀 现在也没有理由了 况且 我已经找过风水先生看过了 她流产是大凶之兆 不适合结婚 何婉一听这话 脸色刷一下就白了 抱着我拼命地求我 不要这样 眼泪不住地从她的脸上滑落 她甚至说 以后什么都愿意为我做 不去夜场 不联系胡朋狗友都行 从今以后在家里 安安分分当贤妻良母 见我不买账 又开始到的绑架我 说这都是因为 我没照顾好她 我听得烦了 一把把她推开 只丢下一句话 要么闭嘴 要么从这个房子里滚出去 我在等张森的消息 何婉立刻噤声 强忍着眼泪 低下头不敢再说一句 我懒得管她 不负我的等待 当晚酒吧里的人就传来消息 张森被强哥一伙人 揍了个鼻青脸肿 连带着她的兄弟们都挨了几拳 我知道何婉听到我同意结婚 肯定会把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张森 张森被逼得紧 肯定马上告诉强哥 他这两天到处抛头露面 得意一时 强哥也容忍了她 但他现在又只能告诉强哥 婚期延后了 还钱也遥遥无期 强哥肯定觉得张森在戏弄她 自然是怒从心中起 他本来就忍够了张森 现在更是下了死手 张森前两天在酒吧里有多得意 今天在酒吧就有多惨 强哥一伙人 直接把她从包间里打到了包间外 酒吧里所有人都看着她一路苦苦哀求 像一条落水狗 强哥踢一脚 她就后退一点 强哥直接把她赶到了酒吧中心的舞台上 强哥轻蔑地看着她 你前几天不还有钱全场买单吗 钱呢 说吧直接一巴掌上去 酒吧里一片安静 大家都不敢出声 静静地盯着张森 张森不住地哀求 强哥我真的没骗你 就是出了一点小意外 我保证两个月内一定给你还上 两个月 你让老子等你两个月 强哥又是一脚上去 踹得张森连连后退 强哥话锋一转 两个月也行 把话筒拿过来 强哥的手下立刻递上话筒 强哥把话筒递到张森面前 张森颤颤巍巍地接过去 你知道该怎么做 强哥一脸不屑地盯着她 张森犹豫半天 拿起话筒 我张森在此立誓 我两个月内 还不上强哥的钱 我就是强哥的一条狗 给他舔鞋底 灭烟灰 酒吧里立刻一片虚声 甚至有些人忍不住笑了出来 强哥满意地点点头 招呼众人离去 我一想到张森这么好面子的人 在他最熟悉的酒吧里 丢脸到这种地步 就不禁觉得痛快 但是我还不过瘾 毕竟上一世这对狗男女 谋财害命 真正的好戏还没开场 何婉这两天 因为我取消婚期 有点不高兴 我顺水推舟 说补偿她一个礼物 我带着何婉 去了4S车店 趁何婉看车的时候 我在车店里找到了 我想找的人 华川 我为什么放着熟悉的车店不去 偏偏要来这个隔壁式的车店 就是为了找她买车 我静止走过去 告诉她 我要给那边那个女人买一辆车 不仅如此 我假装自来熟 把她流产婚期 然后补偿她的事情都合盘拖出 华川听的连连点头 开始给我介绍起车型来 过了一会 何婉说她没有看上的车 我知道 她是嫌这里的车不够贵 但这正合我意 我搂着她出门 说她想要多贵的车 我都给她买 当然 这话我是说给华川听的 因为她是张森的表哥 我在等她把这件事告诉张森 当天晚上 何婉的朋友圈里 就出现了她和一辆卡燕的合照 照片里她搅柔造作 开怀大笑 何婉如愿收获了许多点赞和评论 但是 她也接到了张森质问的电话 虽然何婉接电话的时候避开了我 但是我也在房门外听问的大概 如我所愿狗咬狗 张森问何婉 能不能把车卖了 给她还债 何婉辩解到自己没车 张森哪能信 觉得是何婉故意欺骗自己 开始在电话里破口大骂起来 两个人吵得天翻地覆 但其实我知道 何婉有了车会给张森还债的 她爱她的很 所以我并没有真正的给她一辆车 白天我们逛了几家车店 何婉都不满意 我顺水推舟展示出了 我早早准备好的那辆卡验 何婉一见 就两眼放了光 我看着她说 这辆车暂时还在我名下 转到你那手续还要几天 可何婉已经听不进去 我在说什么了 只嗡嗡硬着 掏出手机开始自拍 现在张森也听不进去 何婉在说什么了 看来他们的爱情 也不过是何婉一厢情愿 真是好笑 拜金女也被渣男拿捏得死死的 虽然最后我是要送这对亡命鸳鸯一起上路的 不过现在还需要瓦解他们之间的感情 我心里又有了新的计划 趁热打铁 我知道张森现在心急如焚 所以我再次出现在那个台球厅 还是他和他那群兄弟 但已经没了嚣张气焰 张森已经不敢再对我呛声 反而是我主动走上前去 哟 这两天怎么不在贝西酒吧见你了 张森知道我是明知顾问 一下子就被惹火了 还不到你嘲笑我的时候 我总会找到办法东山再起的 我文言一笑 怎么东山再起 就你那么多债 你把你浑身上下那么多器官 当零件卖了都不够吧 张森被我说得无法反驳 盯了我半天 一挥手招呼他的兄弟们 把我团团围住 我站在中间毫无聚色 准备看他还有什么把戏 张森盯着我 目录凶光 林总身价千万 不知道长这么大 有没有打过架呀 不等他继续说下去 我直接打断 做一天我的司机 给你二十万 张森要放的狠话卡在喉咙里 空气里突然一片寂静 我继续说 但是你和你的兄弟们 得任我做大哥 一个个排队给我鞠躬 张森冷哼一声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我和我的兄弟们 才不会给你的脏钱低头 我装作惋惜地说 哎 我本来打算任我当大哥的人 一人给一万的 我话音未落 张森的几个兄弟 互相看了几眼 就有个黄毛冲出来 朝我鞠了一躬 叫了一声大哥 我拍拍他的肩头 说 你是第一个 奖励五万 被我这么一次击 剩下几个人 哪还按耐得住 纷纷开始鞠躬叫大哥 有的人想多拿些钱 连着鞠了几躬 我朝着张森走过去 他面色铁青 我握住他的肩头 在他耳边说 没想到你的兄弟们 都这么便宜 我想家价都没来得及呢 然后轻蔑一笑 张森看着他那些 墙头草般的兄弟 愤怒得牙关咬紧 已经说不出来什么狠话 我甩下一张卡 告诉他们密码 让他们自己去分 走到门口的时候 我掏出我的名片 扔在地上 盯着张森玩味地笑 如果你愿意叫我大哥 我还是可以给你留个位置的 然后转身飘然离去 那个黄毛还在不住地叫人 大哥再见 大哥走好 过了几天 我在我的手机上 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号码 但是我猜也猜得到是张森 我接通后 张森的语气 就如丧家之犬 我等不及早点见面羞辱他 和他约在国贸门口见面 不过羞辱的这场好戏 怎么能没有观众呢 我拨通了另一个电话 我到国贸门口的时候 张森已经站在那里 面黄激瘦 两个眼窝又轻又深 估计已经为了赌债 发愁的几天没有合眼了 我从车上下来 张森一脸震惊之色 当然 他震惊的不是我 而是我副驾驶上 正坐着河碗 我刚刚的电话 就是打给他的 我告诉他 带他去血拼 他马上就像苍蝇一样 扑上来了 河碗见到张森 也有些惊讶 估计他不会想到 我们俩怎么会主动约见面 我走到张森面前 双手插都看着他 怎么 想通了 张森沉默许久 我知道他是在纠结 他可能没想到 要在河碗面前 任我当大哥 我很有耐心 因为我知道他已经穷途陌路了 果然 十分钟以后 张森以一种极其缓慢的速度 弯下了他的腰 恭恭敬敬地 鞠了九十度的弓 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大哥 我听得出来 他的声音在颤抖 没听清 我不耐烦地说 张森还鞠着弓 大哥 他又喊了一声 这次音量足够大了 我指的是 足够让河碗听见了 我故意很久没有让他起来 他保持着这样的姿势 我就是要让河碗好好看看 张森怎么在我面前俯首称臣 过了两久 我满意了 示意他起身 去开副驾驶的门 当了这么久主演 我也想当当观众 张森走过去的那几步 简直是极度缓慢 仿佛双腿惯了签 河碗也觉得尴尬 低下了头 甚至紧张地开始咬指甲 张森好不容易走到车门那 用手无力地拉开了车门 仿佛那不是车门 而是千斤重的铁链 他终于弯下腰 左手恭恭敬敬地 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河碗以最快的速度下了车 走到我身边 脸已经因为尴尬而发红 张森显然还沉浸在屈辱的情绪里 河碗已经下车了 他还弯着腰没有反应 他们两一言未发 演了一出雅剧 我却看得分外开心 我招了招手 示意张森过来 给了他一份清单 让他今天之内 把这些东西全部买回来 这份清单满满当当 足够他跑一天了 张森恭敬地双手接过去 仔细地收进口袋里 我健壮一笑 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还习惯当大哥 没想到 你当小弟也当得很好啊 张森低着头 没有说话 我还挺喜欢你原来不羁的样子的 我轻笑一声 搂着河碗走进了国贸大楼 张森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自那以后 我可以确信 张森和河碗不会再联系了 他的尊严已经彻底被我在河碗面前摧毁 但是只要他还在渝州生活着 我就不够满意 我打算让他换个地方活活 我找到了圣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圣墨是做跨国交易的 常年在国内和绵北两地跑 但是我并不想直接指使圣墨为我做事 我想借他人之手来完成这件事 我知道强哥会是把好枪 我让圣墨联系上了强哥 圣墨也算有点名气 和强哥吃了几顿饭 两个人一来二去也熟了 强哥虽然挣得多 但手上也有不少烂涨 有些人就是一穷二白还不上债 又能怎么办 打他几顿也打不出钱来 圣墨正好能为强哥解决这些麻烦 他和强哥商量 只要强哥奈把这些人带到边境 他就有办法把他们弄出去 强哥自然乐意的很 这些人买过去一个人 就能赚五十万 还可以长期为他打工 给他打钱回来 两个人一拍即合 这就计划起来 两个月转眼就过去了 期间张森不断地给我打来电话 求我给他一点钱 我嫌他烦 直接换了一张电话卡 为了防止他骚扰何晚 我把何晚软禁了起来 给了他一部 对我实时监控的新手机 不过天天给他吃好喝好 他也没有意见 强哥一天也没有多等 直接在渔州车站 抓住了想逃跑的张森 你还想跑 欠了老子的钱 你还敢跑 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强哥一手拎着张森的领口 像拎起一头带宰的羔羊 强哥不等他废话 一巴掌让他别出声 不要惹人注意 然后命令手下将张森架起来 几个人团团围住 直接就把张森带到了车上 面包车里 圣默正在等待他的第一个客户 他看到张森 眼里一亮 直接上手摸了摸他的腿 看了看他的牙齿和眼睛 强哥打趣道 原来人真和牲扣一样 要看牙扣 圣默点头 说牙齿是最能反映一个人身体健康的地方 我看这个人身强力壮 是个打工的好料子 要是卖的话 也是好价钱 说完伸出手摸了摸张森肾脏的地方 强哥一会 两人心照不宣地笑起来 张森也懂了几分 开始拼命地挣扎 他跪在地上 抱住强哥的大腿 不住地哭嚎着 身下已经湿了一片 见强哥不理他 又开始拼命地磕头 鹅脚都磕破了 血流了一地 强哥 我求求你 最后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给何婉打个电话 求求你了 最后一次 张森几乎要把嗓子哭哑了 强哥也是嫌他烦 把手机甩给他 最后一次 不成了就给老子闭嘴 要不然老子就没这么客气了 张森不住地点头 他双眼死死盯着手机屏幕 美滴一声 张森的心脏几乎就要露一拍 他疯狂低声 祈求着视频接通 祈求何婉救他一命 终于接通了 屏幕的那一头 却不是他心心念念的何婉 而是我 我在屏幕这头等他许久了 张森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 他用最怨毒的眼神看着我 老子到今天这样子 都是你害的 你这个狗杂种 你为什么不和何婉结婚 为什么不给我钱 你知不知道 何婉和我早就出轨了 你一直替我养女人 我在那边默默听着他 心里没有一点波澜 在我眼里 他现在不过是一只 已经被吊起来的猪 愤怒到失去了理智 才敢这样对着屠夫说话 圣默一把抢过去手机 顺便赏了张森一脚 直踢张森的面部 让张森痛得说不出话来 圣默察言观色 林总 您别让这种人的话 脏了您的耳朵 我轻轻皱眉 叹息一声 哎 我还想对他仁慈点的 毕竟他也当过我的小弟 既然这样 该摘的就全摘了吧 五脏六腑 眼角膜什么的 也顺便了 张森一听这话 像是刚从梦里清醒过来一样 开始对着屏幕磕头 磕得邦邦响 他害怕磕头还不够解气 又开始扇自己耳光 一声声清脆的耳光 打在他脸上 一下子脸就肿了老高 红得像要流出血来一样 他不住地说着 什么林哥 什么原谅 都是自己一时糊涂 我冷漠地看着他表演 我还记得上一世 他在我面前炫耀他和和婉有多熟 话里话外还暗示他们俩的关系 不止于此 也记得当时 我和和婉成婚时 他在我们的婚礼上 喝得鸣鼎大醉 差点毁了婚礼 还记得当时 和婉第二次怀孕后 他直接不请自来 带了一堆婴儿用品 还吵着说他要当干爹 更记得每一次和婉的计谋背后 都是他的推手 他一步步吞掉了我的钱 最后还为了还自己的债 指使和婉把我推下悬崖 我怎么会放过他 反复回味 他哀求得惨 我心里约痛快 我还要把这一幕录下来 让我这辈子等张森的脸 终于肿得像猪头一样 额头也血肉模糊的时候 我朝圣墨一挥手 他懂了我的意思 挂掉了视频通话 我懒得再看那张 令我生艳的脸 我只需要知道 他下地狱就好了 有时候圣墨烦了 就打发几个手下去 把张森揍一顿 刚开始的一个月 张森身上就没有一块好地方 不是亲子就是淤血 睡觉翻个身都疼 张森刚到缅北的时候 还会向圣墨求情 期望他能放自己一马 而且为了消磨张森的意志 圣墨一伙人 从不给他像样的饭吃 每天不是硬馒头 就是冷稀粥 还要先扔在地上再给他 饿不死就差不多了 这样折腾下来 张森也认命了 他每天干活14个小时 基本上就是个牲口 而且圣墨还嘱咐了大家 孤立他 他只能默默一个人 承受着痛苦和孤独 活得就像个破败的机器 过些日子 等他身体养得差不多了 圣墨也联系好卖家 他就要靠贩卖自己的器官 来还债了 这些情况 圣墨都一一向我汇报了 我为了奖励 他对张森的特别关照 给他打点钱过去 圣墨感谢不迭 说以后有事 还找他帮忙 说实话 我还没想好对核丸怎么处理 虽然他愚蠢又败金 但其实每一件事情 都是张森 在背后指使他所为 他不过是个任他拿捏的棋子 现在没有了张森 他也不会做出什么 伤害我的事情 他最大的错误 就是辜负了我的真心 但我又该如何让他偿还呢 但不等我想好 核丸的改变 令我猝不及防 自从软禁他以来 他渐渐的像变了一个人 告诉我他已经厌倦了夜场的生活 也厌倦了那些逢场作戏的朋友 他突然发现 有个自己的小窝 天天宅在这里 还挺快乐的 甚至时间一久 在家里搞起了烹饪 有时候我一进门 就能闻到饭菜飘香 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 简直不可思议 那天情人节 我以为和晚会同往常一样 要求带他去知名餐厅 但出乎我的意料 他说他已经在家里 准备好了烛光晚餐 借着摇曳的烛火 我看着桌上满满当当 色香味俱全的菜 看着现在完全是 贤妻良母母版的和晚 在心里怀疑 难道真的脱离张森之后 和晚就能变成那个 单纯愚蠢的小女孩了 和晚看着我 慢慢开了口 其实我今天 还想告诉你一些事情 和晚的坦白局 来得十分突然 他直接把他和张森的关系 还有张森曾要求 他对我做的是和盘托出 他边说边掉眼泪 脸上一片羞愧之色 林轩 我真的不祈求你的原谅 我只是觉得 这样做太对不起你了 这几个月来 我一直在纠结 要不要告诉你 之前是张森一直洗脑我 他几度哽咽 断断续续地向我道歉 不得不说 他今天表现得非常真诚 甚至于连很多 我不知道的戏之末节 他都说了出来 也许在张森那种 吃喝嫖毒武 独剧权的人身边 他难免变成他的一部分 和盘不仅是道歉 他还给出了承诺 我会还掉你给我花的所有钱 其实我最近学家务 就是要去做保姆 你知道的 我没有文化 不去夜场 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他语气坚定 甚至掏出了一份合同 他已经和家政公司签了合约 我看着他 那副清纯小白花 楚楚可怜的样子 我倒不会就这样原谅他 但是如果他真愿意改过自新 给他一个机会 也不是不可 反正他怎么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我只想看看 这只被我关着的金丝雀 到底有什么新动作 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 和晚每天勤勤恳恳 早出晚归去上班 工资一发 就只留足够自己生活的部分 其他全打进我的卡里 我也派人监视了他 确信他这段时间 都在好好上班 没有做妖 也许他真是收了心 我默默考虑着 究竟如何处理他 但意料之外的是 又来了 那天晚上吃饭 合纹眨白着他的大眼睛 看着我 说他发了一笔奖金 他想和我一起去泰国 我听到泰国这两个字 浑身一个鸡 果然该来的要来了吗 我看着面前这个表情 天真无邪的女人 十分期待他的把戏 零 我应允他 他低下头玩耳一笑 不知道他笑里藏着的 到底是悔意 还是杀意 刚到泰国的一两天 我们去了几个热门景点 何婉玩得很开心 甚至有几个瞬间 我觉得他就像一个 无忧无虑的孩子 但他身边的我 却是一律重重 我很好奇他 只是钟情于泰国 还是要又要置我于死地 第三天 何婉拿着地图 指着一个地方 说他想去那里 我瞳孔瞬间放大 这正是上一世 他推我下去的那座山 我死死盯着他 想从他脸上 看出一丝诡计的痕迹 却一无所获 我摇摇头说不想去 何婉却没有任何反对 只信性地说好吧 就又去找新的地点了 我看着正翻着宣传册 一处一处看攻略的他 难道他真的 只是想爬这座山 不如就把这座山 当成对他的最后考验 如果他真能迈得过去 我小小惩罚他一下就好 毕竟上天给了我一次新的机会 我也可以给他机会 这种审判他的感觉 让我有些期待 我又告诉他我改变主意 明天就出发去那座山 何婉笑夜如花 马上开始收拾行李 第二天 我和何婉暗时上了山 我处处小心 不敢站在任何一个悬空的高处 何婉没有任何一场的地方 倒是他常常背对着我站在高处 全然没有防备我的意思 他一路向前 偶尔拍照 看起来与其他旅客无异 终于 我们再次接近了那块悬崖边上的巨石 上一世 何婉就是假意 要我和那块巨石合照 然后借帮我调整姿势的机会 把我推了下去 再次看到那块巨石 我的心里还是隐隐有些害怕 何婉招呼我过来合照 他一脸热情 我只觉得冷如冰窖 我不去 我语气僵硬 何婉看了我一眼 嘟着嘴说不去就不去嘛 那么凶干嘛 我自己照他自己大拉刺的冲到了那块巨石前 让我给他拍照 我按着快门的时候有些发抖 难道这一世终于可以这样平安度过了 啪啪几张 何婉笑着跑过来看我给他拍的照片 看完之后何婉皱着眉 林一轩你到底会不会拍照啊 把我拍的也太丑了吧 重新拍嘛 说完他就又跑了回去 开心的比起了手势 我拿起相机 想着 可能真的是我错怪他了吧 下了山 前世推我的债一笔勾销 我只需要他偿还欺骗我的部分 我正这样想着 突然哀悠一声 何婉脚滑了 半个身子已经倾斜 眼看着要掉下去 来不及反应 我伸出一只手去拉他 在拉到何婉的那一瞬间 我却突然感受到 一股向外的力量 他在把我向下拉 我冲得急 身体惯性般地冲了出去 我才看到何婉的另一只手 牢牢地抓在巨石的缝隙里 何婉站在巨石旁 一脸我从未见过的宁笑 在他松开手那一刻 甚至向我飞吻告别 请客之间 我突然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为什么我对张森的抱负如此顺利 是因为他才是那个愚蠢 倒任人拿捏的草包 所有的一切 都是何婉的安排 上一世 他利用无限的任性 来试探我的底线 确认我对他真心无误之后 就开始他大胆的计划 从结婚到杀我 都是他一步步的计划 为了让我尽快结婚 他甚至想出了流产这种苦肉计 而这一世 他看得出我不再纵容他 所以他才顺从的那么快 那么彻底 张森也因为失去价值 而被他抛弃 张森被抓到绵北 他应该也收到了消息 所以才突然向我坦白 给自己洗白 把一切都推脱到张森身上 他只需要扮演一个 被带坏的无知少女 这一刻 他终于露出了他的面目 没有张森 也会有李森 何婉一直都是那个 恶毒的操控师 我再次坠落到了半空之中 难道这是我逃避不了的命运吗 我的身影渐渐小到看不见了 何婉突然开始蹲在地上哭号 他的声音渐渐吸引来了很多人 他这次又是一个茫然无措的小女孩了 而我是他失足掉下悬崖的男友 众人纷纷安慰他 开始各种办法找我 当然大多数从这里掉下去的人都尸骨无存了 他们也不过是口头上的宽慰罢了 就这样何婉扮演了一天痛失所爱的可怜女孩 他见到谁都是一副自责懊悔的样子 双眼已然哭到红肿 声音也哭到嘶哑 谁见了都要说一句可怜 等报完警登记完 何婉终于回到酒店里 一脸愁容瞬间消失不见 他脱去了外套 也卸下了自己的伪装 何婉开始放声狂笑 拿出一瓶上好的红酒 开始自真自着 张森 林轩 你们男人都是蠢货 当年张森也是以为我清纯无辜 为了帮我还债自己去借了高利贷 后面又为了还高利贷去赌博 其实该去缅北的人是我 但可惜他太蠢了 林轩你也好不到哪去 居然相信我会从凉 哈哈哈哈 我在夜场来钱那么快 我会去忍气吞声当保姆 不过我忍这么久也值了 何婉掏出那份我的高额保险单 嘴角快里到耳根了 何婉打开我的行李箱 一件件整理我的名贵衣物和饰品 向在收集战利品 一清点之后 他换上丝绸睡衣 躺在床上闭上眼就开始做他的白日美梦 如何处理我的财产 他已经在想象中环游世界了 想着想着 他借着酒精 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我静静地站在床边 看着何婉 当然我并不是鬼魂 其实几天前我就让盛默找了几个靠得住的手下 连夜从缅甸赶往泰国 他们这一路上都在暗中护送我 因为和泰国人肤色相近 他们很容易就混在人群之中 没被何婉发现 而我为什么要隔天再去上山 就是因为我需要给他们时间去布置安全网 让人在山谷底下接应我 加点钱 这些事都在一天之内 妥妥当当 酒店里也早被我按上了全套监控 何婉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里 所以从悬崖上掉下去后 我稳稳当当掉下了安全网上 只受了点皮肉伤 可何婉 他这一拉 不是把我置于死地 而是把自己拉下了地狱 我不会对他有一点心软了 一瓢冷水 我叫醒了何婉 他还沉浸在自己的美梦里 看清楚是我后像见了鬼一样惊慌 可突然他发现自己已经完全不能动了 他四肢都被紧紧捆住 嘴里也堵着毛巾 他已经被绑在了卫生间里 何婉的两只眼睛里 全是京剧的颜色 身体拼命地扭动 我微笑看着他 你不是说我蠢吗 我聪明点了你有没有更喜欢 何婉看着我疯狂地摇头 嘴里发出呜呜呜声 哦 我忘了你不能回答 但是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想清楚这个问题 你到底爱睡 想清楚了告诉我 如果是正确答案 我就从轻发落你 但是没想清楚答案之前 不能发出一点声音 要不然我就给你注射镇定剂 我捏着何婉的脸蛋 仿佛在看一个宠物 何婉因为恐惧 眼泪瞬间充盈他的眼眶 流了出来 即便他不能说话 我也能看出来他正在求饶 但是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我转身关上门离去 今天之内 我不会给他任何食物和水 也许是因为镇定剂的威胁 一直到了晚上 都没有听见他的声音 第二天我进去的时候 何婉已经面色辣黄 短短一个晚上 他像疲惫了一岁 也是 他滴水未尽 彻夜被绑在冰凉的大理石地面上 下半身估计已经快要失去知觉了 我走过去 蹲下身问他 你想好了吗 他沉默着不说话 只是盯着我 从眼眶里挤出几滴眼泪 你还是省着点吧 今天也不会有水喝哦 我朝他微笑 然后走出房门 第三天 何婉已经疲惫得不像样子了 看来我昨晚彻夜亮灯的举动 对他的精神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这次不等我问 何婉就迫不及待地说 爱你 我只爱你 林轩 我歪着头看他 前两天你还不是这样说的 不过这次也不是正确答案 但是 看你在努力思考答案了 给你一点奖励 我把用狗盆装在的食物和水拿了进来 放在他面前 何婉没有半分犹豫 直接扑了上去 他的样子 真是和狗没有半分区别 我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 又默默走出了房门 第四天 何婉一见我就说他下半身好痛 地面好冰 求我放过他 我又问出了那个问题 何婉这次更努力了 我爱你 张森这个人 就是个表里不一的骗子 他假装富二代 实则就是个没钱的草包 我听着何婉滔滔不绝地种马 觉得真是有意思 这么多年的感情 在他嘴里仿佛恶臭不堪 我给了他同昨天一样的食水 答应了他搬到床上的请求 但我还是不能放过他 走出房门的时候 我轻轻对他说 还不够 何婉已经激进绝望 第五天 我一直脚刚迈进卧室门 就听到了何婉最为恶毒的诅咒 但是对象当然不是我 而是张森 他简直是用尽了毕生所学的脏话来咒骂他 诅咒他 连我听着都要为张森可怜了 何婉已经完全不顾什么情意了 他现在只在乎他自己 我叫停了他 轻声对他说 好 你获得了我的原谅 你要感激我是个足够善良的人 何婉眼中一下子涌出了泪水 不断地感谢我 仿佛我是他的救命恩人 当晚我为了他准备了一场烛光晚餐 他大快朵頤 我安静地看着他 悄悄对他说了一句话 何婉没听清楚 问道 你刚才说谢谢我什么 我摆摆手 说他听错了 让他试试 这瓶上好的红酒 何婉拿起那支高脚杯 仰头喝了下去 他已经渴了太久 但没过几分钟 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眩运起来 他话还没说完 就倒在了桌上 我撑起脸看着他 一字一句地说 谢谢你给我灵感 要不然 我还真不知道 你值这么多钱 我一边说着 一边翻着何婉的高额保险单 受益人正是我的名字 等我回国后 就会上报何婉失踪 反正他无父无母 也没有人会来查 等时间到了 默认他死亡 我就可以拿到这笔钱了 上一世他利用我来赚钱 我这样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不过分吧 何婉到最后 都没有说出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其实是 他只爱他自己 他是个彻头彻尾 自私至己的女人 上一世他选张森 不过是因为张森能陪他寻欢作乐 这一世他选择我 不过是因为我身家雄厚 他从来只在乎自己的感受 说到底 他是个以为所有男生 都会受他蛊惑的蠢女人 他到最后一刻还以为 我蠢到在意他爱我多 还是爱张森多 我只能给他最重的判决 而我所说的善良 指的是把他和张森 送到同一个地方去 毕竟做了办事情侣 以后的路 还是他们俩一起走吧 何婉第二天 清醒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和圣默的那群人 一起在船上了 何的对面就是缅甸 何婉被五花大绑 嘴里还被塞了毛巾 完全挣扎不了 我特意嘱咐圣默的手下 给何婉看了张森在缅甸的惨状 何婉一脸惊恐 眼泪不住地从脸上滑落 我就是这样 每一段能让他感到痛苦和恐惧的时间 我都不想放过 后来的事情 就都是圣默告诉我的了 张森身体衰竭了许多 但还被逼着给强哥打工还债 不知道哪天就要死了 何婉回到了 他最熟悉的夜场 但他的身份不再是消费的客人 我站在渔州最高的楼顶上 享受着渔州的风景 该回到我原本应拥有的人生了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